回到台北發生的事件 這件事其實是兩個禮拜前爆出來的 有一間學校 因為廠商的疏忽 將過期的湯品 現在來說這些是哨水 因為過期的湯要倒 被兩個學生喝了下肚子 這宗消息 傳出了一段時間 現在有結果 市議員叫監獄引號 黃欣宜就爆出 有一間國小的營養午餐 有羅斯釘、尼龍繩 這些異常的物體 在裡面 那個廠商被人罰了 一萬二千塊台幣 有人質疑 這個引號 台北市長 O.P. 仍然在這裡做市長 但是自行卸任 任由教育局的羅斯 跌到地道都是 罔顧學童的食物安全 他們營養午餐的加工現場 有嚴重的問題 在11月底和12月初 有羅斯釘 還有23厘米長的尼龍繩 就跌了去菜 學校就叫了廠商 換新東西 啟動耳密通報機 然後就重興發落這個廠商 那 教育局就說有去到 那間學校那裡看的 還有那間午餐廠去調查 就叫做午餐廠商 針對廚房的器具 全面檢查和換新 那 午餐供應委員會 就針對廠商的疏忽 扣分制 計算它五點和一點 罰了一萬二千塊台幣 剛才說過 如果兩個月內 再有移密的情況 就會視為懲截重大處罰 就是這樣 就是 今次還有一個 這個 哨水湯的情況 那 廚餘呢 其實這些 嚴格來說是哨水 放了三天 就當作是 湯品 即是新鮮湯品 再給小朋友喝 其實 廚餘理論上應該是怎樣的呢 就是 你有一些 吃剩的東西 應該第一天就倒掉了 對不對 你不會放回去 準備食物 是混淆的 你不會的 除非你那些食物 是會重新再用的 就是 好像 以前 肥佬黎的兒子那間 冰室 有環保 這個 領茶 的情況 其實 理論上 就是 你那些食物 應該是 在餐飲業的狀態 而言 就是不要 就馬上倒掉 在垃圾桶 其實對不對 在垃圾桶 應該不會倒進去 應該是 天天都要清 如果你有廚餘的話 其實一個 餐飲業的廚房就是這樣 但是台灣地區 看上來不是 是啊 恐慧師就問哪裏 香港不是台灣地區 我們說了台灣地區 一開始的 開宗明義說了台灣地區 聽不清楚就是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 是不是還是好像 丁豪電影裏 那樣 吳錫毫 不知道就是吳錫毫 忘記了他那個 丁豪的出電影裏 總之 豪哥 是不是真的要把那些 哨水 包回 做 這個 這個飯去 就是好像 這個 河葉飯 包回去給客人吃 鼻涕又滲下去 那是不是台灣還是這樣 呢 我是不知道 那些廚餘怎麼可以擺三天的 這個議員也質疑他 這個黃恩議員也是質疑他 這個人擺三天 應該每天收 每天清 每天清 是不是 是不是 那 當然 他教育局 就出了聲 就說 這間某某小學 就 昨天起 暫停工餐 兩個禮拜 那廠商 就要提出食品安全衛生 SOP 就是那個 這個是流程 那個標準 呃 我都忘記了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總之就是標準作業流程 改善報告和督察措施 就經這個午餐供應委員會 再次審核通過才可以恢復公餐 那些什麼 委員會全部都沒有用 其實原來是 整個什麼差委員會 原來都是出問題的 剛才 那些什麼差委員會 根本就是 什麼 有些人在香港說 要搞這個委員會 那樣的委員會 那樣的委員會 可不可以 你有監督就可以了 其實要什麼委員會 其實很老實說 那些委員會是多餘的 總之有人監督到 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 如果 即是他們沒有改善 就會終止合約 那 那 他們計決失由8點 重大決失 計5點 一共就 計點13點 接著 罰款就26,000元 你老闆 26,000元台幣是什麼錢 大佬 哈哈哈哈 26,000元是什麼錢 原來是罰款這麼少的 這些真是可笑到不得了 這些物款完全沒有阻嚇作用 這些物款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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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作業流程有沒有用 你跟著就有用 你不跟著就什麼都沒有用 現實就是 就像那些 SOP KPI 什麼什麼什麼 現在最流行的 就是那些 我們叫做 management buzzword 就是 這些就是管理 整天 吹水的人 就會拿出來說的那些字眼 那 實際上 有沒有用 你跟他們 來執行就有用 那些監督的人就說 我要KPI 我要SOP 他告訴你 沒有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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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俗 那 我 有煙頭、口水、鼻涕等東西都會塞進去包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我告訴你就是這樣 亦都感謝ForestYip你的支持 大家就說設定了委員會都已經做了事了 其實台灣地區就是這個問題 有些人在香港經常說要學台灣就是糟糕 我經常都說台灣地區有很多東西 香港根本不應該學 如果有人跟你說要學台灣 我告訴你,這個人九成都是立心不良的 哈哈哈哈,九成都是立心不良 林鷹車就是女梁偉版本 丹豪就好像只有女梁偉版 如果你說另外一齣,恩子丹的電影不是叫丹豪的 恩子丹也做過丹豪 但是他的電影是沒有叫丹豪的 所以丹豪就是女梁偉版本的 好了,講到這裡其實就差不多 不過還是提醒大家 台灣地區是不是一個好地方呢 他們有很多問題 他們真的有很多問題 你說,大陸沒有這些東西嗎? 我就說,內地也有些情況可能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我告訴大家 內地有很多時候 在一二線城市就會比台灣好地區 我告訴大家 在大陸,三四五六七八九線的地方 就有可能跟台灣地區相弱 一二線城市就肯定比台灣好 就是這些事情 好了 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那麼 呃 呃 這些消息是 這些情況是處理了 那麼 台灣地區就越變越壞 這個情況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就是台灣就越變越壞 內地這些東西就越變越好 那麼 那個差距就越來越減少 還有內地 你說是不是 國家多了人去監察這些東西 是 是 之前其實我們有節目講過 內地 基本上 他們 譬如 那些小朋友吃的那些太鹹 那些 就是 豉油過期 他們都會檢查的 其實就是 之前在 廣東省 就檢查過一次 有些 有問題的 就被人指了出來 是 嚴格來說 是 負上責任 負上相應的責任 就不像台灣地區 罰少許錢就算了 好了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名字幕組成功 全球 清潔 座 鼓 小 發 Zither Harp Zither Harp